Hello 大家好 我是思古井 欢迎来到今天的井仔点看 今天是十二月十四日星期三 今天有三件事 两件是与医疗有关的事件去跟大家讲 另一件是与国安有关的事 第一件事是关于公立医院不够医生的事情 有立法会议员就说 这样的话香港就迟早爆煲 讲下讲下的时候有些议员提出了一些 在我眼中看下去 我觉得都是挺有成效的做法 是给香港政府去参考一下 去解决这家医生方 和关于如何有效引入外地医生来港做事的工作安排 这个值得和大家看看有什么优点 另外第二件事是与医疗有关 与长者照顾有关 行政长官和行政会议成员 和行会通过了 关于院舍输入护理员的特别计划 包括额外输入3000名护理员等各类型的工作员工 很多不同种类的院舍 即是就算你是私营的院舍 你都可以申请输入 当局期望明年第二季可以推出这个计划 越多人去投身一些老人院照顾长者的行业当中 是保持社区和谐的一种做法 因为你人多了资源多了的话 越来越多位就可以等老人家去申请 或者是需要长期接受照顾的人 就可以入到院舍那里住 而且如果你听这一段节目 而你的年龄是相对年轻 例如说是40岁50岁的时候 反而你才是特别需要去关注这些新闻 千万不要觉得不关自己的事 究竟为什么我会有这种说法 等会和大家解释一下 另外第三单新闻和国安有关 现在有立法会议员发现 有些大专院校他们所谓的国安课程 很大问题很没诚意 包括课程内容就是诸质9站 有很多和国安没关系的东西都塞进去 甚至乎其中一间大学他们的考核方式 是说选择题 即我们俗称的MC 叫做选ABCD 但是原来是有无限次作答的机会 即是错了给你份卷你再答多次 错了再给你答多次 基本上就个个都可以100分 等会和大家看看议员究竟怎么说 在节目开始之前 大家记得留言、订阅、赞好 将我的影片分享出去 或者素描隔离的二维码 每个月用10元支持一下我井仔 还有记得按下隔离的钟仔 我们今集节目就正式开始了 本港的公营医疗系统长期超负荷 有议员在今天就说 医护人手不足导致压力爆煲 引发了就医难和就医贵的问题 希望政府可以优化注册和课程的银接 接着也是说 去年医生注册条例 引入人才中 包含了在国际上八大不入的外地院校 即是说头100家都没有的外地院校 反而他们的医生是会受到香港政府所清赖 但内地医科生反而不受香港政府清赖 立法会议员王国就表示 有不少港人医生都是具有丰富临床经验的专科医生 不要令到这些珍贵人才浪费 接着他就说 在上世纪五十六十年代的时候 医生短缺允许部分内地培训的医生 在香港进行有限度注册作为社团医生 所以参考以前的例子 立法会议员建议 香港政府可以在18区的看见中心 强化基层医疗 参考社团医生的模式 去为香港人的医生 或者一些内地下来的医生 用一个有限度注册的方式 去缓解医家的人手方 他也继续说 按照政府的预测 在2030年的时候 香港整体将会欠缺1610名医生 如果可以与内地医疗培训机构进行銜接 令到两地医生接轨的话 到时就可以完全解决到 香港医生人手不足的问题 我自己的概念也是保持如一 我自己也不是歧视内地医生 不过有一样铁律来的 是一定要承认的 就是香港的医疗环境 不单只是医生 其实护士也是 基本上就是纯英文环境 所以英文是最重要的 但是也不是内地医生一定不懂英文 所以最公平的做法 和最合乎香港政府本身文化的做法 就是考试 你做一些英文问卷 让医生回答 可以回答 然后再在试卷里 做一些英文译中文 中文译英文的问题 到时 谁过得到关系 就证明了 这个医生又懂中文 又懂医学上的英文 可以沟通到 再不是的 你就做完口试 以前文憑市的学生 都要考试 我也有考试 去证明自己懂中文 所以你只要透过考试 去筛选得出哪些学生 是真的两样语文都具备的 那就可以给他们过来 香港那里就医 而不需要基于学校而来定 当然了 你说对于某些学校 例如外国一些 名字都未听过的野鸡学校 你有戒鼻很正常 但对于国内的清华 北大 训练出来的医科生 你给试卷 他们过得到的 便是欢迎来港 很简单的 还有关于有限度注册 社团与医生的问题 其实这个建议是相当不错的 因为和大家去分析一下 如果一个医生 要帮你做手术 当然不可以是有限度的医生注册 因为以做手术这一类 其实是叫做侵入式的治疗方法 对于病人的风险是大很多的 如果是有限度注册 又或者他不是本地训练出来的医生的话 出现了拳责问题的时候 到时就会很麻烦 但是在这个世界上 除了做手术之外 还有很多治疗方案 例如说那些家庭医生 普通科医生 他们就是很普通的看下你 基本上可能连碰都不用碰你 最多就拿一支木棍 看看你的喉咙是怎样的 我自己最近也有经验 家人有少少病 想着帮他们去预约王大仙附近的政府门診去看 但就算我收拾时间打电话 用他们的电话系统也好 都是约不到 都是被人抢光的 如果有看过门診的观众都知道 其实很难约 如果你不是用电话约 你打算去拿门口票 门口丑的话 你又不知道等到何年何月 另外还有 很多人因为他约不到普通科的门診 结果如果你附近有医院 个个都转去看急症科 如果有去过急症室的观众都明白 你永远可以在急症室等候区 见到有很多还精神过自己的人 坐在等看医生 明明他们可能是看门診就可以搞定 但他们排不到 然后他们又不知怎样做 就直接过去急症室那里拖 很多时明明他们需要的治疗 根本不用碰他 纯粹就是他们希望有医生 可以开一些伤风感冒药给自己 然后一两分钟都不用 其实就已经可以走 但他们往往就要用 可能九个钟头 坐在急症室那里等 所以这一件事 只要引入越来越多的有限度医生 可以去解决这些 即是不需要太过接触到病人的工作 又或者就是说 就算你出了事都好 都不会说这么严重 会令病人有生命危险的职位 那些职位便可以有限度注册 去给国内医生 下来赚钱 因为现在对于急症室 对于一个最紧急的医疗服务来说 很多时就是说 一些非紧急的服务 就变相和一些紧急的服务 大家互相在争赌 大家互相在斗抢资源 但明明非紧急服务那些 应该是可以派更多人手去解决 还有人手的要求 亦都无需要去到最顶尖 但奈何了 香港医生 只要一旦是自由身 每个都去私营市场 赚钱 其中一个私营市场 就是说 大家留下平时的家庭医生 那些诊所仔 就是私人执业 就算有很多私人执业的地方 但每年去到冬季流行期间 就算是私人执业 就算是收得贵过公立医院 多一两倍也好 他们都是排长龙的 就算我愿意给钱 去买时间换服务也好 医生随时是开工做到收工 那些钱赚不完 这些时候 引入多些内地医生 帮手去做这些先 处理了一些基层的 那些最普通的医疗压力 减轻了门疹和减轻了急症室的压力之后 那些东西再去慢慢改 那些东西再去慢慢执 还有可以将这些 面对基层的医疗服务 去作为一个行接的阶梯 例如就是说 你可以首先有限度 在香港那里就业和从医 然后再慢慢去考试 然后就变成可以在香港 完全有资格去行医 不过当中都希望会有些条文绑到明 就是说 你一定要在公立医院那里做了多久 才可以让你完全在香港自由 做私人市场的行医 总之就是说 先苦后甜 总之你在公立医院那里做了多久 做完之后就放你自由 你出去挖金 你说一次过放了所有医生 下来是说可以完全无限执业的话 那对香港人都未必信得过 大家都会有点担心 慢慢由有限度变成无限度 又或者有些真的超精英 他可以不用说有限度这一步 都可以直接到香港公立医院 不同的专科部门执业都没问题 但是香港政府最紧要去做 很多时候我都不希望自己伤封感冒卡 如果我已经七老八十了 我就真的不想看一次楼下的医生 都要拿四百元出来 我只是希望可以八十元之内就解决 如果政府你不推多些公立医院的医生 或者是由医管局补贴 由政府补贴的医生出来的话 到时大家就逼 大家都是看钱行动 我没那么多钱我就排急症室 对了 我很窮 看不起了 所以这些全部都是政府要去想的问题 就算没有人做手术 那些解决不了 那你也解决多些 像我这些基层市民的普通门诊科需要 慢慢由小做起 然后再由那班人找精英 再进去公立医院做 之后做够一段时间放他们出去找钱 这个其实是一个有系统 有阶梯 是阶大欢喜的做法 希望可以早点执行 下一单新闻 关于照顾员的问题 行政长官和行政会议 通过了推出院舍输入护理员的特别计划 包括额外输入大约3000名护理员 各类型的院舍都可以申请输入 当局期望在明年第二季 可以推出这个特别计划 关于厂程的数字 我免得在这里说 大家知道来也没什么意思 总之我认为 保健员和护理员是相当正确的 因为这个行业 除了工作性质恶劣 所以流失率高之外 其实还有一个很大的问题 就是这一行 人工永远是有天花板出现 究竟天花板从何来呢 首先大家要知道 其实在老人院做保健员 就算你拿到顶身 你都是说是2万2 或者可能是2万1 甚至乎2万都不到的一个薪金 但大家要知道 你做保健员的是说 你又要是轮奸 即是早上5点起床上班 或者是晚上12点多才回到家 又或者再不是你守夜的那些 但是你只有2万人工 还要是顶身 不是说你一入职就有 跟着还有 你又是要对着那些厌务性工作 还有 这一份工的工作量不低 不是说做一个小时之后 就可以休息三个小时 不是这些 基本上就是由你一上班开始 很多时你就真的做做做做到收工 你对手你的脚才可以停 对于这些工作 跟着只有2万人工的话 对于很多人来说 他会觉得 不如少一两千 我回一份文职好过 起码朝九晚五工时稳定 不用对屎尿龙塔 又平时又可能找到少少时间出来 休息一下 又不用每次都要对着老人家被人闹 对于很多人来说 其实就是钱问题 工作性质辛苦不要紧 最紧要你给的钱够多 你上到4万的 多辛苦我都跟你做 但是为什么我会说有个2万多的天花板 因为香港其实有两个护士 一只叫做注册护士 一只叫做登记护士 注册护士就是大学学位那些 读五年那些 登记护士是读两年就可以了 但是登记护士我没有记错 因为我没有去查 其实你一个新人 入到公立医院的人工 应该是2万3个月左右 但是大家留意到 你2万3和一个保健员 他在说可能2万1 或者2万的薪金的话 其实相差不多 但是保健员是说 你读三个月的课程 接着过考试就能够成功 但是登记护士是说 你除了要读两年书 本身确保了你一定是有医学知识 识英文之外 和每一个人最少都有1700个小时的 培训才能够成功毕业 在这种状况之下 如果保健员的薪金也是这么贵的 那我不如直接聘请 刚刚毕业的护士回来做 不就更好 所以就是说 保健员的薪金 为什么你高极都有个普 因为你再高的话 没有人会聘的 个个请回护士就算数 到其时就会变成了 因为护士其实又不够人 但是你的薪金 又相对地又不算高的话 结果就会令到人财流失越来越大 为什么当初会有保健员 这一件事追溯一些历史 也是说的 因为 因为不是太多护士愿意去做老人院 但是老人院相比医院的状况之下 有时候会出现突发事情 真的需要紧急医疗状况的机会不高 所以才会有保健员 这些可以容许接受了少量训练的人 都可以去照顾长者 但是始终 人工加来加去都追不上那份工作上的付出 所以真的有太多太多人 是一旦找到一些便宜一点的工 都立即辞职不去做 现在政府就说引入了 引入了之后 其实在我眼中 概念就有点像是请菲庸 即你在香港请菲庸 就是那块小小的钱 但是你同样的价钱 你在香港 你绝对请不到家庭佣工 是这样又住在你家 然后又帮你全日做家务 为什么菲庸愿意 是因为他赚着你香港的钱 然后吃着他老板碗饭 之后剩下的钱 就可以寄回家庭 由于香港和菲律宾哪里的物价 是不一样的 所以为什么有些人 是愿意过来这样去做事 然后把钱就寄回家乡 你现在引入国内的保健园 来帮忙的话 其实概念也有点像 因为香港整体人的人工 是绝对高过内地的其他产品 我不说一些很高技术 很高学力的工作 例如事应 你在香港去做事应 勤力的帮场 可能是万一万万万 甚至两万 案件 但在内地 基本上是得不到这个工资 特别是 제三、四线城市 人工可能会更加低 但相应物价亦更低,例如在国内四五十万人民币可以买一层大过香港的楼,这些都是相对的。 引入这个措施后,令内地人愿意来香港赚钱。 当时又可以寄到内地使用,等于离乡别井,然后去赚更多钱,等于不在香港做这份工时,回到内地拿着更多钱。 这对国内人来说,有一个吸引性。 还有,院舍去做这些吸引计划和菲庸都有一个差不多概念。 因为菲庸怎样去解决住宿问题呢?就是说,雇主要提供住宿的地方给他。 通常就是建个工人房给他去睡。 对于一班的保健员、护理员来说,他们大多数活动的,或者叫做工作的地方就是老人园。 本身这些地方,其实你说要去建个员工宿舍出来去被人睡,建多些少少私人空间给他们,这一件事是相对容易解决得到的。 其实不要说老人园,就算是医院那些,其实都有员工宿舍去给一些需要邻班的同事,就不要回家了。 在公司那里睡够8个小时之后,就立刻起床上班。 其实很多老人园社,可能他叫做鑑粗地来的话, 还请把床上班,时转多上班,地附近合作一张这片", 那8个小时就睡着。放假的时候你就可以到处屎去去迄下来各种做法。 其实都可以变相解决 Kamat 105% 和中国 probation update leave someoneт changes to Google, 那种下来香港工作下来住宿问题。 不过这一宗新闻也没有提出该菁 Your mãeutra, 你拉出来那些侧耀香港工作的人的住宿问题。 再補充一下 为什么我会说 反而你现在是四五十岁才需要去留意这宗新闻 这个概念是源自于我小时候发生了一件事 我当时好像不知道七岁还是八岁 有一天跟父母出街的时候 外面就拉了很多环页 很多摊位 到处叫人去签名 支持政府加水果金等 我父母耳话不说就去了签名 签完名之后他就跟我说 虽然我有一段时间没拿 但这些事是有时间搞的 签订完之后都差不多 到时政府加得来我都老了 我现在签了名 到其时将来自己就受益 所以这个概念套用在引入保健园 引入医生那些都是一样的 就算你说什么明年下一季开始引入也好 去到环境真正有改变 令到我们真的感受到改变 很多时都是需要十年甚至二十年的事 大家就想一下 我七岁八岁的时候都可能十五十六年前 就算比较悲观点也要说 如果你是现在准备要去住老人院 或者你有其他亲朋戚友要住老人院的话 恐怕这一单的新闻 其实就不会即时是位及到你的 始终都是需要去等 因为香港有很多累积了在这里的问题 未去处理 这个是没办法的 你要怪的 你唯有怪上几届的政府 好了 去到第三单的新闻了 关于立法会去研究推动国民教育的小组 在昨天开会 发现了有些大专院校他们的国安课程的大纲 原来是东拼西臭 且每一间学校的评合方式差别很大 部份的学校能够容许学生作答选择题的时候 是可以无限复活 做法相当之肤浅 质疑教育局是否能够接受到 文建联梁熙就认为 科技大学 即UST 便会安排学生去测验 至于都会大学 即前身公开大学 OU 就是要求交功课 至于POLI 即理工大学 就是以选择题 MC ABCDE 去做考核 但是学生是可以无限次作答 即是说错了 给你 再改一个 再交 再错 你慢慢碰到对 这个不是普通的什么生物化学科 而是说国安教育 虽然国安教育 你不需要说课程去到很严 因为你肥了些学生 他们就无法毕业 但是你也没理由这么说 我明白 都尽可能是希望所有学生可以合格 但你不是送分送到这样的样子 而且间接上来说 那间学校的取态就是 不太尊重这个国安教育 特别是说 理大就需要执政好自己 人家科大UST 当时都没有什么UST为成事件 但是你理大当时有这么多黑暴出现 很明显就应该反过来 即是科大就用选择题就算了 但是理工大学那些 应该要给那些长文答 叫他们每个人 都起码写几千字的文出来交货才行 但反而反过来 曾经声名狼籍的学校 就用最强的方式去解决了国安教育 另外选委界的周文广也批评 那个都会大学 居然的课程就是说 新诗选篇 中文曲词 哲学 希望这一间学校可以派代表 下次去到立法会上去接受 详细的解说 明明你个个读到上大学的 你本身都是说 你已经赢了八成的学生 你才可以上大学的了 明明大家都已经有个学习能力了 你设定一些题材的时候 当然我自己都建议不要太深 即是无论去增加学生的学习压力 但你说很容易被人合格 也好 你都可以有些铁定性的概念 可以传输给学生的 有时候 立法会议员不是说 执着你的课程究竟有多深 是不是一定要有一半的同学 失败才行 然后肥老了的同学 找国安拘捕 不是这样 你一个课程 第一 你教的内容有没有诚意 大家看到 教的人有没有诚意 也看到 你考核的方法 是不是公平公正 是不是真的想 将一些有意思的东西 传达给学生 然后再希望学生 透过测试和考核 告诉你 没错 我完全接收到何谓国安教育 就算简单也好 都可以看到有没有诚意 现在有很多学校 又是拿着什么 学术自由作为挡箭牌 就因为大专院校自主 教育局都管理不了自己的时候 就将些事乱去做 正正大家就看到 不单止中大 现在是理工大学 公开大学 他们的国安课程 都是有问题的 自己就觉得 其实蔡若莲 就应该要加把劲 真的不可以 这么不负责任 就是说 所有东西都是大专院校 他们自己去处理 我当年投诉 你也是这样跟我说 蔡若莲 结果就搞到隐瞒了 或者叫做协助 或者叫做 帮兇地 间接滋生了很多罪恶出来 但是国安这一件事 是不容得搞笑 也不可以用来敷衍 所以教育局 应该要插脚 你不是要制定国安教育 你可以给它一些自由度 但自由完之后 都拿回教育局复核一下 如果大家都觉得 不行 你搞得很差 都需要给一些建议改善 让别人 可能每两年 就复视一次 你的课程水准合不合格 你什么都不做 只是抛下两句学术自由 别人问你 别人自己决定 你的教育局就不要叫教育局 直接叫中小学幼稚园管理局 就算了吧 有时候 以前有些说不关你的事 但时代不同 大人 有些事情以前不关你的事 可能是因为你长期没有去理它 结果 去到出事的时候 你都继续说不关我的事 现在 就是时候要努力去执起一些 以前的甩膠 不要再是那么轻 可能每年 年中都有不少学生 是间接 就是因为这些模式 被人害了都不知道 总之 看到香港 其实现在 还有很多问题 唯有慢慢等 都没什么办法 毕竟这个世界 没有超人 李家超不是超人 习主席也不是超人 唯有去等 好了 今集节目就到这里 我们下集再见 好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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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